哈喽大家好 说的馒头可是我们生活中的主食之一 但是蒸太多的这个馒头呀 我们该如何的保存呢 如果保存不到一两天就容易坏掉 今天教大家一个保存馒头的方法 这样放上半年都没有问题 一起来看看吧 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馒头 但是每次觉得蒸馒头又比较麻烦 所以经常会多蒸一些馒头保存起来 但是保存馒头如果方法用错了呢 就会导致这个馒头容易变质并且口感变差 下面呢就分享大家一个保存馒头的方法 首先我们准备保鲜膜 把它打开之后直接包裹在馒头表面上 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防止馒头滋生细菌 与外界隔离后还能保持水分 也为了下次在吃的时候不影响口感 我们将它密封好 要注意的是我们保存馒头之前 一定要将这个馒头放凉之后再包 否则就会有水蒸气 导致这个馒头变松变质 现在馒头包好 我们再准备一个袋子 将这个密封好的馒头直接放在这个袋子内 之后把袋子里面的空气挤压出去 之后将封口封好 最后一步将馒头直接放在冰箱冷冻室 用这个方法就算保存半年都没有问题 如果想在几天内吃完 我们就可以将它放在冷藏室 大概能保存三天左右 那么冷冻室的馒头等下次想吃的时候 直接将馒头拿出 再将馒头蒸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要记住一定要蒸透哦 这个保存馒头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保存馒头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三毛沙安姐 说到茶叶可是每个家庭必备的 家里来一些客人呀 我们都会拿茶叶招待客人 但是这个茶叶如果过了保质期 还能不能喝呢 很多人都误解了 今天赶紧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很多朋友都有喝茶的爱好 那么喝茶对人体也是有十分好处 如果一次性买太多的茶叶 或者是别人送的茶叶一时喝不了 过期了该怎么办 那么像这种过期的茶叶还能不能喝呢 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 但是有的茶叶保质期就会短 茶叶的保质期和茶叶的品种是有直接的关系 不同的茶叶保质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一种茶叶叫做普洱茶 它的保质期是特别长 长达10至20年左右 那么除了普洱茶以外 新鲜的茶叶呀 在保存一年左右 再长一点就是18个月 如果在保质期内 但是茶叶保存不当 变质了 变潮了 那这样的茶叶就不建议喝了 如果茶叶刚刚过期 或者是过期没多久 茶叶还是很新鲜干燥 那这样的茶叶还是可以喝的 所以大家必须要清楚 什么样的茶叶是可以喝 什么样的茶叶不能喝 第一个呢 就是茶叶一般都是干燥为主 过期的茶叶基本上就是受潮了 失去本质的口感 没有健康价值 比如变苦变色 这样的茶叶不建议喝 第二会产生续菌 如果茶叶保存不当 发霉发潮 或者是过期了 那么这样的茶叶已经影响口感 味道也变了 而且可能里面会产生很多的细菌 那这样的茶叶不建议喝哦 所以说茶叶保存呀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茶叶保存的时候 一定要密封好 不要让它受潮 这样就可以延长它的保存时间了 就算过期了 茶叶保存得当的话 还是可以喝 我们如何判断茶叶是否变质 第一 首先我们抓一把茶叶捏一下 捏好之后 我们撒开手 如果茶叶很快的散开 那说明它是比较干燥的 这样的茶叶就没有发霉 没有变质哦 第二 我们需要闻气味 没有变质的茶叶 会有一股股清香 也就是茶香 如果发霉的茶叶 就会有一股霉味 第三 品尝一下 冲泡后的茶叶 我们可以品尝一下 如果喝起来口感不那么醇厚 滋味浓度也下降 那这样的茶叶 很有可能就是过期很久 再就是受潮了 不建议喝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茶叶过期 还能不能喝 大家有所了解了吗 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小猫是安姐 很多朋友将买回来的鸡蛋呀 都会放在冰箱里冷藏 那这种做法到底是正确的吗 很多人都误解了 今天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平时买回来的鸡蛋 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放冰箱里保存呢 很多人到现在都在纠结 首先我们先了解 如果鸡蛋常温保存的话 保存不到几天就容易变质 坏掉 那么大多数人都会选择 放冰箱 但是放冰箱的鸡蛋需不需要清洗呢 如果不清洗的话 鸡蛋表皮会有大量的细菌 直接放进冰箱 会带给其他食物造成污染 所以很多人将买回来的鸡蛋呀 都清洗一下之后再放在冰箱里 但是这是错误的做法 因为鸡蛋洗过后 它的存放时间会大大缩短 原来鸡蛋表皮最外一层是保护膜 它可以阻止外界的细菌进入鸡蛋内部 如果这个外层的保护膜被清洗掉 那么细菌是更容易通过气孔进入鸡蛋 使鸡蛋变质的时间加快 那么我们该如何的保存鸡蛋呢 其实放冰箱我们也是有方法的 下面就分享给大家 第一鸡蛋清洁 鸡蛋放入冰箱前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鸡蛋的表面有很多的脏东西 我们可以用这个半湿的抹布去擦拭污垢 千万不要用水去清洗 第二就是摆放的位置 我们将鸡蛋放在一个筐内 把鸡蛋的大头朝上小头朝下 一定要竖着像这样摆放着 用这个方法呢 鸡蛋保存的时间会更长 但是要注意的是 鸡蛋和肉类食物要分开存放 第三保存时间 鸡蛋存在冰箱里的时间大概是一个月左右 如果放再长时间的话 那么鸡蛋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降低很多 让鸡蛋变得不新鲜 而且超过这个时间呀 鸡蛋有可能会变质 所以大家买回来的鸡蛋尽快将它吃完 这样才能保留它最大的营养哦 第四保存鸡蛋的时候 我们不要直接放进冰箱 清洁后我们最好在这个鸡蛋上铺一层保鲜膜 这样就可以使鸡蛋与外界隔离 也不怕鸡蛋上面的脏东西污染到其他的食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保存鸡蛋的小常识 大家有所了解了吗 看完视频 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大家好 在生活中我们使用油烟机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油烟机盒里面会有一些凝固的油 这个油呢就叫废油 这个废油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它 在生活中还有用途呢 今天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家里这个油烟机用了一段时间后 可以看一下 这个油盒里面会有很多的油 这个油是比较粘稠 千万别小看这个油 其实在生活中还有这几个用途 首先我们将这个废油把它倒出来 倒在一个碗中 第一个用途防止生锈 其实这个废油和大家用的食用油 是有一定的区别 因为废油要更加粘稠一些 所以可以作为一种润滑油的 像这种废油我们可以将它涂在金属上面 例如碱子螺丝 均匀的涂在这个金属上面 特别像剪刀 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就发现非常钝 中间位置非常紧 那么涂抹这个油之后呢 碱子是变得是更加顺手 不再卡色 第二个用途就是给花草施肥 油脂自然是很好的营养物质 和臭鸡蛋一样 这些虽然是不能食用了 但是可以作为一种肥料 把少许的这个肺油直接倒在土壤中 几滴就可以 这样可以给花草提供更好的养分 第三像我们家里这个门呀 这个荷叶处经常会咯吱咯吱的响声 这是因为里面的润滑剂没有了 这时我们就可以准备这个肺油 用棉签占取肺油 直接涂抹在这个金属上面 也就是说这个荷叶上 涂抹后你会发现这个门呀 不再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了 起到润滑的作用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没想到这个肺油啊 还有用途吧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